哈喽大家好,我是莫兰 温哥华的五月,温度非常适宜植物生长 基本上什么菜都可以种 只是选择太多,得努力做减法 今天我就和朋友们精选30多种最好吃而且最好种的菜 咱们五月就种起来 先说豆类 除了特别喜热的姜豆、扁豆、红花豆等 很多豆类可以五月播种 比如四季豆、架豆、矮豆、黄豆、毛豆等 都可以五月中旬在户外直播,不需要育苗 种豆子很简单,先浸泡种子 让豆子兴满水分,再种进菜地 几天就会发芽 豆类产量很大,采收期也是特别长 种上一些豆子,你会非常有成就感 接下来就是茄果类 五月一定要种的少不了这些 很多朋友年年都会种各种辣椒、茄子、西红柿等 西红柿喜温 生长适宜温度为13-28摄氏度 五月初就可以移栽到户外 西红柿品种太多了 可以精选几个特点鲜明的极品 比如个头很大的黑克里姆 还有其他深色品种 都是口感和味道非常好的 西红柿罗马产量相当高 干物质丰富,可以用来熬番茄酱 还有一种果实特别巨大的大牛排西红柿 是传家宝类型的,很多朋友喜欢 西红柿特别能结果 种上西红柿就等着不断的采摘过时吧 茄子也是产量很大的植物 茄子洗温而且耐热 生长发育最适应的温度为20-30摄氏度 培育好的小苗最早5月中旬可以移栽 需要种在光照充足的地方 各种辣椒、甜椒也是不可错过的 辣椒需要等土壤温度达到17-18度的时候才能移栽到户外 一般5月中旬以后就可以 种上一些瓜类也会让您收获满满 朋友们经常种的瓜就有几十种 菜源有限没办法只能精条细选 第一种佛手瓜 佛手瓜是我种过最高产最容易打理的菜 5月初就可以把小苗移栽到户外 每天有5-6个小时的光照就可以了 这种高产的瓜类 果实个头足够大的时候要及时采摘 这样可以长出来更多果实 第二种南瓜 南瓜非常耐高温 生长最适宜的温度为18-32度 5月中旬移栽就可以 需要把南瓜种在每天有6-12小时光照的地方 南瓜特别抗旱 土壤稍微干燥一些都没有问题 南瓜生命力旺盛 种植简单 可以直接爬地生长 也可以搭架子立体生长 怎么种都可以结很多果实 小南瓜长得特别快 几天就可以采收一大堆 我发现还没长大的小南瓜更加美味 南瓜花也是非常好的食材 摘掉多余的熊花还可以减少营养流失 第三种丝瓜 丝瓜生长适宜温度为18-24摄氏度 5月中旬可以移栽 移栽到输松肥沃的土壤里 始终保持土壤湿润 丝瓜生长过程中需要更多水分 哪怕短时间积水都没问题 千万别让土壤过于干燥 气温上升之后 小苗会长得很快 苗高30厘米的时候 给丝瓜搭个架子 让藤蔓向上伸展 充分利用空间 如果可以长出来足够多的藤蔓 就能获得很多丝瓜果实了 第四种冬瓜 冬瓜是洗温植物 怕冷 地域10度就可能被冻伤 所以等到5月底 气温上升的时候移栽 小苗会长得比较快速 随着温度上升 只要保持土壤湿润 不久会长出来很多叶子 藤蔓也就变得郁郁葱葱了 到了秋天 您会获得很多冬瓜 第五种西瓜 西瓜同样洗温怕冷 5月底把小苗移栽到户外 确保水分充足 西瓜苗会逐渐长成一大片 结出来的西瓜各个甜美多汁 第六种甜瓜 最早5月下旬 可以把甜瓜苗移栽到户外 如果没有苗 5月下旬直播也可以 温度达到了 小苗会长得很旺 种甜瓜需要搭架子 保持土壤湿润 之后就是等待收获了 第七种黄瓜 黄瓜比较怕冷 生长最适宜的温度 为15-30摄氏度 可以等到5月中旬室内育苗 6月移栽到户外 移栽之后 小苗长得很快 黄瓜不能缺水 一定要保持土壤湿润 不久就会长出来很多花苞 很快就可以采收黄瓜了 黄瓜采收期特别长 一直到深秋 第八种西葫芦 西葫芦最适宜生长的温度 为20-25摄氏度 5月中旬 可以把西葫芦苗移栽到户外 西葫芦不耐干旱 需要充足的水分 如果还没有育苗 5月可以在户外直接用种子种 西葫芦这地面积比较大 产量特别高 种上两三颗就吃不完 坎瓜 护瓜 鱼翅瓜等 这些瓜类都比较耐高温 而且非常好种 可以5月上半月育苗 随后移栽 也可以用种子直接种 苦瓜和地瓜特别喜热 在夏天最热的时候 长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温哥华热天太少 要想它们有好的收成并不容易 需要各种措施提高环境温度 不想麻烦或者菜底不够大的话 还是舍弃吧 当然绿叶菜也是5月菜园不可或缺的 第一种地瓜叶 地瓜叶是很多朋友喜欢的菜 商店里卖的往往比较老 自己种更划算 可以随时采摘鲜嫩的叶子 最早5月底 可以把地瓜苗移栽到户外 温度足够高的话 小苗等得很快 不久就会长出来一大片 每天都可以摘到一堆地瓜叶 第二种木耳菜 木耳菜洗热 是典型的夏季绿叶菜 5月底可以育苗 温度保持在20度以上 一周左右就会发芽 25度左右的时候 木耳菜生长迅速 如果阳光和水分充足的话 整个夏天 木耳菜可以采收很多次 第三种线菜 最早5月底 可以户外直播各种颜色的线菜 种线菜不能太早 温度不够的话不容易发芽 到了夏天 线菜长得飞快 可以不断地掐尖采收嫩芽 第四种空心菜 空心菜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 生长适宜温度为25-30摄氏度 5月底户外直播 把种子种在非常湿润的土壤里 很快就可以发芽 随着天气变热 空心菜会长得更快 到了夏天 两周就可以收割一次 获得一大堆空心菜 种上空心菜 之后的很长时间都有绿叶菜 第五种上海青 上海青生长周期短 30天左右就可以收获 如果想种的话 5月初还可以种一茬 除了上海青 其实很多采收期短的喜凉叶菜 都可以种 比如乌塌菜 菜心和一些散叶生菜等 硬汤萝卜也可以撒种子 再种上一波 第六种芝麻菜 芝麻菜喜欢温暖的气候 在中等光照条件下生长迅速 撒上种子保持土壤湿润 很快就有芝麻菜长出来 不断地有芝麻菜 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第七种牛皮菜 牛皮菜味道非常鲜美 而且产量大 环境温度在15-25摄氏度的时候 牛皮菜长得最好 5月初种牛皮菜的话 一仔小苗和撒种子直播都可以 种上牛皮菜 不久就可以采收叶子了 芹菜菠菜和铜薅等 5月都可以直接户外播种 抢种一茬 夏天到来之前采收 到了5月 玉米也能种了 今年我准备种上2英亩玉米 刚刚完成施肥和耕地 我要种的是紫黑色糯玉米和老玉米 等到5月初就可以把玉米种子拿出来玉苗 种这么多玉米 如果手工除草的话将会很麻烦 我就先盖一层黑色地膜 再种玉米 这样可以确保不会有太多杂草 还有秋葵 秋葵对温度要求比较高 生长最适宜的温度为26-35摄氏度 需要看天气情况 到了5月底再决定是否移栽到户外 移栽的话 最好加盖小拱棚来提高温度 或者干脆等到6月初移栽 温哥华的5月 也非常适合一些香草植物的生长 喜欢的话可以随手种上一些 第一种小香葱 随便撒上一些种子 就可以轻轻松松获得很多 第二种香菜 香菜喜欢凉爽环境 20度左右生长很快 5月种香菜 最好找比较阴凉的地方 可以延长采收时间 如果想种回香苗 进了5月就可以直播了 非常简单 薄荷 罗勒 九层塔 紫苏等 都可以直接撒种子直播 想种向日葵的话 进入5月也变得非常简单了 可以户外直播 不需要育苗 5月种菜一定要精选 只种一些自己和家人喜欢的菜 充分享受用之乐趣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咱们下次再见